IT全部报信息酷炫早知道 还记得有多少人在去年三星诺七事件后 信誓单单的说 不会再买三星的任何产品 然而嘴上是这样说的 但身体还是非常诚实地 三星电子宣布 自上月21日在全球发射以来 25天内 新旗舰S8和S8 Plus销量已经突破500万台 目前这两款机型已登陆了韩国、美国和加拿大 一周后 欧洲的英法、德意四国正式上市 国内将于明天正式召开S8发布会 有爆料人士称 5.8英寸的S8国内定价为5688元 而用上6GB RAM的顶配版S8 Plus 售价将高达6988元 不过准备掏钱的粉丝也要注意了 虽然全面屏在视觉上看着的确爽 但盖机上市后 陆续出现了屏幕泛红的问题 三星承诺 退出软件升级对极进行修复 至于后续是否还会爆出什么问题吗 你们可要有心理准备哦 不过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es